大公報 國刊法事原則宣事員國強 在港行為止受港法規管 2015年7月4日要問A05全國人大常委會於7月1日通過新修訂的國家安全法 首次將香港和澳門納入適用範圍 列明廣澳居民皆有義務維護國家主權 統一和領土完整以及港澳特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作日表示 《國刊法事原則的宣示》當中並無加入新刑事罪行 而基於一般法律原則 在香港行為一般來說只受本地法律規管 故市民無須過分擔心 不過 身為支聯會秘書的工黨主席李卓人揚言 考慮回內地以申示法 測試自己會否被定罪 《大公報》記者陳聰元國強作早出發 前往北京前見傳媒時談及《國刊法》 指整部法律是原則的宣示 可以說是整體國家安全的藍圖 其中沒有定立新的刑事罪行 所以不會因為觸犯了特別某一條國刊法的負例 而觸犯刑事法例 袁國強俗說 根據一般法律原則 除非法律條文清楚說明包括或規管境外行為 否則一般只會規管該國家或地方的範圍之內的行為 現時的情況 在香港的行為一般來說是受香港的法律規管 因此相信港人不需要過分擔心在香港的行為會受到國刊法規管 中央企港盡快制行立法 身為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的經文聯立法會議員 梁美芬認為 國刊法沒有力入《基本法》附件三 因此不會直接適用於香港 香港人在本地的行為若沒有違反法律 在內地並不會有新的責任 他有強調 中央今次以法律形式 清楚提到港澳地區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是要強調香港有責任制定相關法例 反映中央希望香港盡快制行就相關條例進行本地立法 早前有報導指 於香港煽動港獨活動人士 以及多年來組織結束一黨專政活動的人士 例如李卓人、何俊仁等 回到內地將因違反國刊法而被定罪 支聯會主席、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認同 國刊法是原則性宣言 當中沒有提出具體條件 他亦不會反對國刊法提及港澳 但就死撐香港無須就23條立法 因本港已有足夠法例保障國家和香港安全 反對派揚言挑戰國刊法新兼支聯會秘書的李卓人就聲稱 袁國強有關國刊法的港法未能釋除港人的疑慮 揚言要求中央作出澄清 對於中央邀請立法會議員參加一大一路考察團和在北京舉行的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月兵 李卓人稱 他原本並不打算參與任何與內地的交勞活動 不過現時改變想法 重新考慮返回內地 揚言看看他 內地執法機構 會不會以法律對付我們 袁國強昨日起始7月6日訪問北京 出席中華司法研究會成立大會企首屆中華司法研究高峰論壇 訪經期間 袁國強將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官員會面 討論雙方關注的事宜 並於六日下午返港 得到目的 ipt fors